因為我們高端疫苗的簡介方面 也有提到說 罕見副作用有顏面神經麻痺 雖然這是很多家疫苗都有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提到是眼壓過高 那可以幫我們解釋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謝謝 這有關 所以我們在疫苗簡介部分 就是有寫他在罕見的部分 有接種後不良反應的這個部分 是有顏面神經麻痺跟眼壓過高 那據我們瞭解這個顏面神經 就是 就類似像我們在打了疫苗之後 那都會收集每個個案的這個有沒有任何的 不良的事件跟反應的部分 那這個兩個都是在接受疫苗接種之後 那發生的 那顏面神經麻痺這個個案 那事後是有完全的 就是恢復 但是也知道說在接種前 好像他有一些上呼吸道感染 這目前知道的 那到底他是個 這個顏面神經麻痺跟眼壓過高 是不是跟這個疫苗接種有關 那這當然是都只有時間序列的關係 是不是因果關係可能還需要瞭解